这将是2084成为OMD之后发布的第一台相机 虽然说去年官方视频里 报告过一次新机的外形 并且在今年2月份的日本CP展即将发布 但是具体的细节和参数 目前还是相当扑朔迷离的 价格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7万元左右 当然贵一定是有道理的 我会在视频的结尾来解答这个问题 首先这不是一台方块机 但是从手柄按键布局 取引器尺寸的角度来看 这很有可能是EDX的瘦身版本 最近从俄罗斯网站上泄露了一张正面的叠照 可以看得出来整体的布局和目前的EM1系列还是比较相似的 这些年EM1系列的发展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不断利用M43小传感器高速刷新和强大的机能防抖能力 开发出了很多基于手持多帧合成的影像技术 例如高像素合成 数字ND 景深合成 让M43拥有了高画质的可能 虽然说不是2084独有的功能 不过大多数相机都是依赖思想价 才能完成这样的拍摄 但是相比松下和富士不断强化视频性能的战略 2084的视频性能多年来一直没有飞跃的提升 基本上还是维持在4K30帧的水平 更不要说双原生SO或者4K60帧了 可以说彻底浪费了传感器的高刷性能 即便有再强大的防抖性能和对焦性能 没有足够好的视频规格 就让2084在市场中丧失了一定的竞争力 在我看来EM1系列的拍照性能已经非常强悍了 如果带来更高的画质固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更期待是这次视频性能有一个质的飞跃 目前限制了视频性能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是之前2084的战略 不知道OMD是否会有战略上的调整 其次就是之前SD卡的设计 SD卡的速度写入是有一定上限的 无法满足高规格视频的拍摄 目前传闻中的4K120帧和电子快门下 2000万像素120帧的连拍功能 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按照这个参数来看 CFE加SD的卡槽估计是跑不了了 但是这么小的机身上 散热估计又成了一个问题 按照相机一般开发周期来看 这次新机的立项应该是在成立OMD之前 并且因为品牌更新和疫情影响 导致研发周期延迟了不少 如果说这台机器在2021年一季度发布 估计还是能激起一些浪花的 不过2084的可靠对焦和优质的镜头群 如果能有和松下相当的视频能力 还是很有可能有一线生机的 这就要看GH6的规格 有没有打算给OMD手下留情了 最后我们回到定价1.7万这个话题上来 在很多人眼里相机的档次就是按照画幅来划分的 甚至还会歧视那些选择小画幅的用户 他们不会考虑相机的综合性能 以及不同系统带来的使用体验 可能只盯着CMOS尺寸和像素来选择相机 在我看来4K120帧的功能 加上2084的系统 这代相机就已经很有吸引力了 再加上手持多帧合成和高速连拍的功能 不能说是顶级 也算是目前各种相机的系统里一流的水平 OMD没有加入L卡口联盟 算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独立开发全画幅和中画幅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当然不至于很快被淘汰 2084一直坚持的相机体验活动 足以说明只要有机会让你真的体验过 它就有把握让你对2084留下不错的印象 就目前的生态而言 M43戳中了一部分人的痛点 大多数人对M43抱着怀疑的态度 少数人对M43有排斥的态度 关于M43的信息 多半也只是强调小巧和便宜 很少有人真的讲出M43的体验和优势 这个问题我还是想好好地去讨论一下的 下回我们单独出一个视频吧 我是能拍护士气书 记得长按点赞并关注我哟